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山区 俗话说得好 保暖思言语 男主杨天青刚回到家就听说了一件大事 他的有胜利缺陷的染房主 地主老财 叔叔杨金山 在虐死两个嫂子后 又买回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菊豆 菊豆白天在染房是杨金山的厂工 晚上则是杨金山发泄欲望的工具 夜夜哭喊可以说是很凶残了 这不夜晚又准时来了 女人的呼喊声又响了下来 正直壮年没有娶气的杨天青 被这么一撩 自然而然的对这个美丽又柔弱的女人 产生了各种想法 他经常躲起来偷看菊豆洗澡 与此同时 身体不健全的杨金山 果然不负众望的走上了爱打人的老变态路线 经常把菊豆抽得浑身是伤 各种折磨 暗恋菊豆的天青愤怒的不行 但碍于封建礼数 他不敢反抗叔叔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杨金山对菊豆的摧残愈发严重 把哀庭墙角的天青气到八道 但在那个社会 礼数重于一切 菊豆再怎么说 也是叔叔的妻子 天青拿起杀猪刀 寻思寻思又放了回去 第二天 菊豆下楼 发现了天青砍出的痕迹 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丝悸动 被杨金山折磨欲死的他 不自觉的开始向天青靠拢 他开始撩拨对他有益的天青 一个友情 一个友谊 机会很快就到了 家里双口出现问题 杨金山去了城里 留下了孤男寡女的天青和菊豆 菊豆开始肆无忌惮地聊过天青 一来二去 很快就聊不上了 两个人趁着杨金山不在家 一有空就在一起亲热 很快菊豆就怀孕 生下了一个男孩 杨金山是开心得很啊 以为这是老祖宗显灵了呢 在他的拜托下 杨家宗族翻遍了典籍 给孩子起名为天白 和天青 以兄弟相称 有些事可能有了第一次就胆大了 天青和菊豆的约会 慢慢开始肆无忌惮 果不其然 就被提前回家的杨金山 撞了个正着 由于年事已高 杨金山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 中风不起 瘫痪在床 天青和菊豆就顺势推舟地 过起了小夫妻的生活 菊豆十分怨恨杨金山对他的折磨 为了刺激他 他刻意说出了天白的身世 瘫痪在床的杨金山 被这顶王者绿帽 刺激出了洪荒之力 想趁俩人鬼混时 想弄死天白 可不料 发出的声响 当天青杀死杨金山 天青本想动手 但自来想去 对这个收养自己长大的叔叔 仍旧下不去手 在平时 天青对瘫痪在床的杨金山 十分照顾 还成为了旁人眼中的孝子 这天 杨金山又趁菊豆不注意 想把在染池边玩耍的天白 推下去淹死 可没想到 就当他要下手的时候 年幼的天白 懵懵懂懂地叫了一声爹 杨金山瞬间手软了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原谅了菊豆 为了报复菊豆和天青 他炫耀般地认下了 便宜而自天白 虽然杨金山已经瘫痪 菊豆和天青 能够畅快地约会 但二人却害怕 再次怀孕 暴露奸情 这样一来 二人就没法在村里待了 于是两人是发挥了 无限的想象力避孕 却不料 买来的避孕物 居然是辣椒粉 这让菊豆的身体 再也不能怀孕了 两人正在为此挣扎的时候 杨金山正和天白在玩耍 天白后面的绳子 不小心断了 杨金山掉到了染缸里 看到在染缸中挣扎的杨金山 天白却突然诡异地笑了 就这样 杨金山被淹死在了染缸中 杨金山死后 按照族规 天青不能待在杨家 菊豆也不能改嫁 一晃七八年过去 天白逐渐长大 经常受到镇上流言蜚语的骚扰 他独自撞见天青和母亲偷情 虽然知道天青是他的亲生父亲 却对他十分仇视 菊豆和天青 也只好偷偷摸摸私下往来 这天趁着天白出门 天青和菊豆躲到了地窖里温存 一番交欢之后 两人沉睡过去 地窖中的空气变得十分稀薄 两人逐渐陷入了昏迷 天白回家后 在地窖里面发现了 衣冠不整昏迷的母亲和天青 愤怒的他 先是将母亲从地窖中救了出来 接着把依旧昏迷的天青 扔进了染缸中 天青自溜一下就醒了 想要抓住栏杆求生 天白直接拿起旁边的棍子猛打 菊豆亲眼看见儿子亲手杀害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精神彻底崩溃 他一把火点燃了染房 电影就结束了 张艺谋一贯的表现 中国女性的性压抑看得很难受 开头土黄的色调 染房里静默的水车 染后错落悬挂的布皮 血红的染布颜色 金山严厉的神情 菊豆凄厉的喊声 被封建家所禁锢的变态的人性 描述的会声会色 好了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关注顾角 下期再会咯